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肯定会吸引一大堆虫子来未观的 这种场景太可怕了 还是穿严实一点比较好了 好喽 那接着还是这么继续来看今天的动物熊吧 今年的青春恋爱题赛饭剧正是一波接着一波 刚吃完了五等份的狗粮 马上又和妹子们学习起来 接着又立马被告木童先捉摸 实在是毫无喘息的时间 这狗粮实在太香太甜了 当然啦 对于秉承着我们不爱学习 只爱和妹子学习的学不来粉丝 这刚刚平稳没多久的股市又再度喧闹了起来 我们无法一起学习第二季动画PV正式公布 而这一次 温暖一上来似乎就优势很大 不断满面通红也呈现夜半关心 还超成性漂亮的发起了主动攻击 之后更是有寓意胜增 对温暖党来说实在太棒了 而老师这边就更加不得了 这一身姿 这一表情 已经不是天外非仙 而是直接上天了吧 当然除夸感之外 与猪润香她们也更有魅力 看着妹子们的各种操作 第二季大家已经有点等不及了吗 在动画中 有九位小姐姐用歌声和舞蹈打动了无数小伙伴的心 她们那洋溢的青春活力和梦想光辉 甚至引领了一带阿宅的潮流方向 如今啦 Love Live已经有了多足企划内容和队伍 但对于最初众肯的小伙伴来说 作为企划员的Muse 始终承载着大家的回忆与感动 先前我们曾报道过 Love Live即将在明年迎来九周年 在这个对Love Live十分重要的特别数字里 Muse的九位小姐姐也将回归 共同参与九周年纪念活动 而对于喜欢Muse的小伙伴 还有一项重大惊喜 Muse附带动画PV的全新单曲已经决定制作 如此一来 Muse可以说是真正一场的复活了 不管是否还会有后续活动 明年Muse的九位小姐姐 所有Love Live成员聚首的一刻 对于LLR来说 一定会是令人欣喜的时光吗 就在前两天 维鹰刚刚公布了漫画五周年纪念MV 如今 维鹰第四季动画也即将和大家见面了 接着 维鹰动画官方公布了第四季的主视觉图 诸位主角组成员分分量算其中 而欧洲的身子也是相当的华丽威武 而根据视觉图上的信息 第四季动画将在10月12日正式开播 而且播出时间是5点30的下午当哦 能够在日间当播出 这已经可能说明维鹰的人气和受众了 那么在第四季动画中 预补 爆豪 光交动的人会遭遇怎样的危机 迎来怎样的历练和成长 对秀的欧书又会担任怎样的角色吗 等到第四季上线一睹就进吗 如今天气之子已经上映多时了 虽然国内的小伙伴一直没法欣赏到 但在各种新闻报道中 天气之子的上映成绩依然可见一斑 而这一次 前来报告天气之子成绩的不再是日本媒体 而是新海城大大亲自发布的庆贺推文 根据推文内容 天气之子的日本票房已经超过100亿日元 观影人数达到了750万人次 这也是新海城大大记理的名字之后 又一部突破100亿日元大观作品 而在历史上 日本票房超100亿日元的动画电影共有六部 也就是说 天气之子已经进入日本动画电影票房前七位 接下来 天气之子是否能超越起风了120亿日元的纪录 向前更进一步呢 应该很有可能吧 让我们期待一波 也希望天气之子尽快在国内上呀 如今国内新济手游也是相当的多 其中也包含很多动画授权改编作品 而在新济高度发达的日本 这类手游的数量自然是有过之二无不及到 不过呢 在宣传方式上 不得不说 日本那边确实是更加会玩 而在最近 四月翻中青春百合妹打棒球的 八月的灰姑娘棒球队 也改编自另一部手游 且不说这手游的独特类型 自称棒球型青春体验游戏 游戏的广告也是十分的独特 是采用真人拍摄的 而且男帅一亮 演员颜值不错哦 其实手游用真人拍广告也没啥 最近呢 《魔法少女小圆外传》两周年进的CM 也是这人呢 但是呢 在这部灰姑娘棒球对手游广告里 演员为了演出效果真是有点拼闹 先是妹子扑倒在球场浑身是泥 再是男生骑自行车追妹子 结果半路不知摔倒 虽然是表演 但也真是卖力闹 对于这部另一手游广告 有没有打动你呢 好了 今天的成因资讯就全部结束哦 喜欢我们节目的观众 还请多的点击收藏和追加哦 关注神社 了解更多有趣爱的动漫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